大作战当然是源自于经济不好嘛 那台湾的景气真的回稳了吗 新建会主委陈天芝蛮乐观的哦 连行政院长刘兆奎也说呢 以后还会提供34万个就业机会 台湾会有新的定位 景气是不是触底要回升了 有信心吗 景气是不是即将止跌回升 刘兆玄从台湾经济大环境开始叹气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周边当中 我们相对的在落后 这个当然跟我们整个国家的政策 是有密切的关系 换句话说 在大家成长的这个最重要的区域里面的时候 我们把门关起来 感慨过去借解诱人的政府政策 让拼政治胜过拼经济 台湾得向世界打开大门 景气回春才有希望 亚太运中心的计划 很多不能够达到当时设定的目的 可是今天有新的形式 我们在新的形式之下 应该重新定位 新的策略 结合中央与地方 要在现有经济基础拼经济 刘兆玄信心喊话 2月份5.75%的失业率已是最高峰 3月将会回稳 政府将提供34万个工作机会 要全力救失业率 而刺激内需 陈连之说 国内已经有两只景气的燕子 一直是最近反弹的股市表现 另一只是出口衰退幅度缓和 两只燕子不会飞走 政府全力拼经济 期待第三只景气燕子快快出现 中天新闻 陈佑斌黄宁 亲爱三只小组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